有一份德国的研究报告显示 以一般人的人体生命能量电磁场的厂能来做比较 不同饮食结构的人的生命能量厂能如下 生吃野生的野果、野菜、树野及药草来断食的人 能量电磁场最高,有12万厂能单位 其次为纯素生机饮食者,只吃天然有机的 为主国或加温不超过摄氏40度 华氏105度的蔬菜水果、芽菜、梅类、坚果种子 海藻、极豆类等,没有任何动物蛋白 有8万4千厂能单位 再其次是一般有机素食者,生的熟的都吃 有2万6千厂能单位 最低的就是一般荤食者,只有一千厂能单位 另外还有新生的婴儿,为4万厂能单位